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就用两个苹果来做好吃的 香甜美味,好吃一做 大人孩子都喜欢 下面开始制作 首先盆中放入500克普通面粉 5克酵母 8克白糖 打入一颗鸡蛋 用220毫升温水和面 先把酵母化开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面絮状 加入化好的黄油10克 下手揉葱团 揉成一个中度软硬的光滑面团 盖盖发酵至2倍大 接下来准备2个洗干净的苹果 先切厚片 再切条 最后切成小碎钉 锅中倒入50克清水 50克白糖 炒至白糖融化 炒至白糖完全融化 起这种密集的小泡 倒入苹果粒 不停的翻炒 炒至苹果发亮 变成微黄色 这样就可以了 加入20克熟芝麻 再次翻炒均匀 盛出晾凉备用 醒发好的面团 中间戳个洞 明显不回缩 就可以了 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 多搓揉一会儿 排干净里面的空气 直接搓成长条状 切成均等大小的面剂 拿过一个面剂 并里向外搓揉均匀 整理成圆形 按压扁 这样就可以了 醒好的面剂 直接擀开 擀成边缘薄 周线厚的面皮 放入炒好的馅料 像包包子一样收口 整理一下 按压扁 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以后 盖上保鲜膜 醒发10分钟 电饼趁预热 刷少许的底油 放入醒好的饼皮 盖上高一点的盖子 先烙3分钟 时间到 翻个面 盖盖再烙3分钟 烙至另一面微黄 再次翻面 再烙2分钟 烙至饼的两侧都成金黄色 这时候我们把饼全部立起 另用两个铲子 推动 把饼的边缘也烙至微微发黄色 全程大约烙至有10分钟 烙至饼的边缘 按压快速回弹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看一看 漂亮吧 像不像大面包 出锅 这样做出的苹果馅发面饼 样子像不像一个大面包 表皮是酥酥脆脆的口感 内里苹果香甜可口 喜欢的您也赶快试试吧 我们明天见 再见 再见 再见